不知道各位读者还记不记得 前段时间在偶像练习生总决赛的那晚 除了冠军被受关注之外 来到现场的王思聪 也成功占据了当晚的热森和头条 原因竟然在于他的双眼皮 这张一次贴了双眼皮贴的特写 让不少网友评论说 恭喜王思聪C位出道 这个C位你服气不服气 不过还没等网友发更玩快 王思聪当晚就自己发微博回队了 双眼皮贴不存在到 纯千然了解一下 还是熟悉的画风 还是熟悉的爱对天对地的王思聪 虽然王思聪不是明星 但是他第一举一动 可比很多明星受关注多了 人人都叫他国民老公 但是网友送给他的娱乐圈纪委书记身份 才是让更多人认识他的原因 网友们给他这个称号 也不是没理由的 毕竟王思聪可是出了名的 敢报娱乐圈里 一般人不敢报的大料 敢说一般人不敢说的真话 敢对一般人不敢对的大佬 得罪过的人不少 尤其对职业素养不高 业务能力不强的明星 以及内容潮信的作品特别不待见 比如他是圈内打小大张伟的坚定支持者 直接在微博上圈出大张伟说他不会作曲 分享过一次大张伟抄袭过的歌曲 并且换一条直指大张伟抄袭的微博置顶了 对于抄袭明星简直零容忍 同样也因为抄袭 和芒果台的偶像来了节目护杠 对于烂片 王书记更是深恶痛绝 当他还没有被大伙熟知的时候 他就大骂过肇事孤儿 烂 那个时候微博的转发量简直接地气 直接指出画皮儿就是狗尾虚雕的圈杰之作 虽然他和范冰冰黄晓明关系都不错 但是他们拍的电影啦 该吐槽的还是要吐槽 那盘期游记系列票房好 是因为碰到了春节当期 点评一步之遥简直就是一步劫难 看得出来王书记对中国电影市场 烂片横生的状态非常不满意了 毕竟他和电影确实有着千词万里的关系 万达影院了解一下 所以王思聪这次也决定自己 为中国电影要做点什么事才好 去年九月 他发起了一个香蕉新导演决定计划 经过将近七个月的作品选拔 就在4月26号 由上海香蕉计划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旗下的香蕉引接主办的 香蕉新导演决定计划 颁奖典语在上海隆重去办 王思聪做这个事情的目的也很简单 发掘更多好导演 拍出更多好电影 之前在微博上喷过的烂片 还有那些拍烂片的导演们 让他意识到电影行业 现在有多么无烟瘴气 这一次他也很直爽的说 我也是不想再看到这些垃圾 所以就陪了我们自己新的导演们上来 希望改变这样的现状 所以香蕉引接把这一次的活动 叫做绝地计划 绝地三尺 只为找你 看得出来 王思聪想要把这件事做好的决心了 这一次的香蕉新导演 绝地计划 一共收到影片840部 残剧导演812位 有人投了两部作品 其中年龄最大的也是80后 年龄最小的出生于95年 绝对称得上性的标准 为了这一次的活动 香蕉引接邀请到了十分强大的评委团 这些微博上都是百般粉丝流量的专业电影博主 阅片无数气对于大众真实的电影后份准确把握 选出来的电影 大家可以放心了 最终聘选出16部入围影片中 不妨许多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内容 同时也有极具风格与艺术美感的作品 给评委们很多意外惊喜 感叹新生力量真实前途不可限量 香蕉引业执行总裁 维强东也说到 香蕉引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公司 也是一个最为重视人才的公司 他透露未来将计划采用一年发决心导演 一年发决心编剧的方式 通过六年的时间 培养一批顶尖的导演与编剧人才 当晚王思聪出了奖励这些获奖者真金时 赢得红包之外 他还会拿出大量资源 祝其实现电影梦 并且专门为导演们安排了精明班 邀请全球重量级监制 剧片人 导演的普通领域的影视大咖授课 为的就是持续 高规格的培养他们 在才华被资本火鞋的年代 他希望真正的给到这些 有电影梦想的年轻人 一个拍自己真正想法的机会 王思聪私底下读和获奖者们和赵姿势都非常关巧了之前 王思聪投资了电子竞技 直播平台 也培养素人明星 启动了诸多对于内地娱乐圈 算是开创性的项目 这次投资新导演发掘项目 而是为电影这项已经十分成熟的娱乐工业注入新的活力 毕竟现在国内的电影市场并不令人满意 别人想有两个亿变成十个亿 但是我已经有十个亿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两个亿拿出来 看能不能为喜欢的电影做点事情 毕竟放眼中国的电影市场 导演界的轻狂不接 已经是持许多年的完集了 卖座的导演还是那几个 垄断着最好的资源 而许多有想法的新锐导演 却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虽然不乏有好作品问世 但是作品质量总会因为很多原因 无法尽善尽美 新导演绝地计划 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新锐导演们的困难 资本 不难 难的是想法和才华 王思聪除了给他们拍摄精备之外 还给他们现场发了十万到二百万的奖励红包 以及后续的培训 和把导演大编剧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就是希望表达资源和才华 应该是对等的关系 而不是让更多的钱 被投入到那边里去 然后再来串观众口袋里的钱 王思聪本质是商人 但是这笔买卖 似乎少了点逐利的味道 他投的钱很可能很多年以后才看得到效果 投资回报性其实并不高 但是他说如果能为自己喜欢的事做一点贡献 也是开心的 很多网友也对王思聪的绝地计划表示支持 毕竟大家都不像菜被烂片落眼睛了 也就在昨天 万达影业还身头举办了16届全国院线国产影片推荐会 他爸王健林对于这个活动 每年也都是非常热心 对于院线电影的质量他要求很高 也曾经对着媒体直言批评过 资本过快过热 导致中国电影烂片多巴的不良现象 电影上游质量不佳 下游的电影院也很无奈 苦腹无全辞 王思聪这次要把电影做好的决心 也是真的说到了电影娱乐的痛处 究竟相交新导演绝地计划 会否推动中国电影下一步的发展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些新导演们拿出来的作品吧